在國外也並不多見 因為國外它有的時候這個 在國外的羽毛 就是像 就單獨說羽毛球 還是有很多都是 都有另外一個職業 球員反而是業餘的 球員這個身份反而是業餘的 都會有自己的正式職業 一會想看看正面 是不是真的長得很想死 一開局就是多拍的拉掉和拉開 從現在的體能上面來說 還是王正銘更佔據優勢 因為畢竟他還是年輕 嗯 下選擇 現在是男單的主教練了嗎 男單主的主教練 一隊的主教練 8 2 2 这两位运动员都是 拉开突击 然后从连贯上面找机会得分的 因为他们没有绝对的一拍进攻能力 所以你看到他们相对来说 一开局会拍数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还有通过自己手上的一些技术 或者一些假动作 是稍微有一点神似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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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 温迟先生现在 现在要打完这名的话还是比较难打 你可以看就是这几分就能体验出场上的速度 两个选手就不太一样 一 二 三 二 明显现在温暂的进攻能力 已经相对比过去差很多 因为毕竟脸硬在这 那具体年有多大岁数 他现在应该是在 他应该跟他应该在三十一二左右 可见羽毛球的项目 最小他也七十二三十二岁 最小我就按最小来算 他有可能现在已经超过三十二岁 可能别的项目三十二岁 男选手还能扛一扛 这羽毛球看来 对上年轻的队员就是有些吃力了 因为羽毛球相对来说可以说 是体育项目里面消耗量算 数一数二的项目 三比七 现在为啥进攻都要配合着自己叫 还不一定多分 而且你看下一拍的他整个连贯就已经失去了 只要第一拍中杀下去 第二拍就跟不上 也还是挺佩服他的 我觉得没有办法想象他这个脱了球服之后 他是个律师 在法庭上辩护会什么样子 那起码他在国内这个羽毛球项目也肯定是已经 最一流的选手 对对最顶先的 才会长时间来代表泰国队去打这样的州计 甚至更大的比赛 泰国现在也可以说是羽毛球之家 因为我有朋友他他在泰国就是船区 他说好多学好多人都在打羽毛球 是吗 就是就是一般的那个体育爱好者就非常喜欢 对对 我觉得泰国羽毛球还是特别是别的 一个本能反应 谢谢 鸡羽毛球 冰算他们扩冤 你能做得好吗 就是说 我们昨天才能做到 我们在喜欢 北京 高 你会说 你们起来 住个体组 我们在法庭上辩抵的 我们在法庭上的 那么 我们在法庭上辩抵着 我会说 我们在法庭上辩抵着 我们在法庭上远抵了 他们在法庭上 是法庭上辩抵着 我要用刀剩一切 但是我已刀剩一切 你可以拿下来 刀剩一切 防止一切 防止一切 谢谢 谢谢 从温莎想要荣婉正明 一定就是一个速度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 就是速度跟不上 所以做不到 做不到就只有输了 当两个人都能做到的时候 这个球就会更加精彩 它就会更加相平衡 但是第一局如果就做不得好 那后面肯定越拖越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前半局11分之前 王正明哲整个出手和出球 全是上手球 温莎几乎都是在下手 现在换完场地 就是接线完之后 从温莎现在前主动球的机会 和整个身体的就是带动 明显快了一些 看来是王正明看来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有胆元往抓推 8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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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4 4 4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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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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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9 9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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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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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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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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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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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9 5 5 6 是因为他的水零线要碰到同等的时候 因为王泽民实际现在会比较强一些 所以说他在处理球上面他的要求就会高 他要求高的话就容易造成很多失误 就打球的时候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处理 这个很重要 不是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战术都是零吗 对对对真没有用的 就是我实力比起前就是谈战术我觉得就有点瞎扯 就因为你实力本身不一样就没有什么战术可以 战术实现不了 就是空想的半天那也要慢慢实现 2110 可能男选手他们本身这种技术的控制力也要比女选手要好很多 所以这种实力的领先对 这种实力的领先对 这种实力的领先对 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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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就快速地反击了 好,约路要换球,还要去针球组织 对,而且针球以组还帮我们合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还是很全力的一派反击 可是当落地的时候 身体已经乱了重心 这块球里可以看回饭 跟不上篮 已经很快 可是那个点还是抢不到 这块球里可以看回饭 5 3 6 3 6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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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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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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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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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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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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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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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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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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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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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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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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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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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得分了还要摇头 球拍线断 头顶为王正明的出球 还是要注意一点弧度 因为温萨头顶杀对角 在这一场球里面 还是更多一些 换了拍子还要打几下试试看 对会试几下 因为换球原来可以 改革之后就不行了 他不可能会让你 而且当初我可能会听得跟你说 不可能会让你打几下试试看 不可能会让你打几下试试看 不可能会让你打几下试看 下试试看 整个反应能力和世界就是有差 年龄还是对于体育来说是最重要 我记得之前转其他项目的比赛 我们的嘉宾说一句话 他说就是这种专业的运动员 就是打到后来就是跟自个儿打 就是不管你之前的成绩多么回光 如果年龄大了 就是最基本的这种体能素质就跟不上的话 像之前的很多的技术战术 哪怕之前再高潮也是没有办法实现 三十九八十八十七十四十六十九十四十八十八十四十六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 3 5 3 4 3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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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文莎其实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却不太奏效 消耗也挺大 他比王真名消耗大 因为他的岁数不一样 这是换拍子是吗 防滑粉 因为打毛巾胶的运动员 因为你出完汗之后 毛巾胶它会滑 所以他就会要涂一些防滑粉 打皮胶的运动员他就不需要 因为皮胶本来就有一个 相对防滑的一个功能 具体使用起来哪种更好呢 看个人爱好 没什么所谓 对对就习惯 这群毛球在赛前也会像乒乓一样的 就是运动员在场上用的这开子什么都需要提前做检测 也需要吗 我们会背个五六把球拍在包里面 然后同一个型号 然后在比赛去比赛之前 我们都会就是去常用的拍子嘛 也就一两把断 这常用拍子可以说只有一把 一把断了才会用常用的第二把 就慢慢 因为虽然是五把同一种型号的球拍 可是感觉都不一样 好 肯定是打到你们这个水平 任何一丁丁点变化在别人看来就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是难以理解的 你们都能够体会到其中的不同 所以一般拿出来打比赛的第一把球拍 就是这把球拍 相对来说赢球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也会有训练比赛 就觉得这把球拍全是 就觉得这把球拍极力是吗 对 这会有这个心理重要 比如说这把球拍你只要拿着手 打得比赛全输掉 这把球拍也存活不了太长时间 就心理暗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确实很多的运动员还是有这方面的 说小迷信也好好的想讲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迷信 这是一个信仰的力量 就是你要相信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当你比赛的时候 自我暗示 对 不然在你比赛当中你只能靠自己 还有一个就靠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内心是否强大 那就跟信仰有关系 就这些可能都是你可以就是比较 获得积极信号的一些小细节 对 判断说这个毛巾有点就是放在宽宽外面了 要把它放好 这什么星座的裁判呀 没有 这是要求 比赛中有一些要求 就是你放好了 就是比赛放出来也好看 你如果放得太凌乱的话 就是缺少美感 但是很轻松的一个气氛 就到了赛点了 比赛结束了 让你2比0获得了胜利 现在比赛晚上就要开始了 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们的记者实际上也是采访过这位伊朗选手 他今天只有20岁 所以对于这次亚锦赛吧 还是一个算是梦想的达成吧 因为很年轻的队员 能够打这样的一个 比较高级别的洲际赛事 下选择 选手的就是水平嘛 他不高 所以说对于这场球 他不会存在多么的精彩 这场球也是给林丹 其实也就是为后面一个 算是对熟悉产地 熟悉产地吧 然后也为后面的比赛做一些更好的准备 也省了很大的体力 自从你说了这是自己剪的之后 越看越觉得这边缘不整齐啊 我还以为教练睡着了 教练在看他手机 对 因为你确实你对这样的选手 教练跟他告诉他什么样的战术最合理 没有战术 其实就是你努力去打 然后多得分去享受这个羽毛球带给你的快乐 对 这场球过一进程会比较快 对很快 没有太多想吃 其实就看林丹想要多快 训练比赛吗 就就林丹比如说日坦球想30分钟结束 就30分钟就是20分钟也可以 看他想打多久 如果他想打两个小时 这场球也两个小时 我会想打多久 怎么打算是什么呢 没什么呢 我会想打算是什么呢 7-5 8-5 8-5 3-4 6-8 20岁的球员一般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会是大概到一个几秒的水平 其实在20岁的时候在中国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在全世界的运动员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对于他们生命中的两个比赛 一个亚青赛 亚洲青年竞标赛 一个世界青年竞标赛 这样会这两个比赛会决定你未来的走向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比赛来拿的是冠军的话 那就表示你这一批运动员里面你是最优秀的 那回过头来教练主也就会根据你然后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backgrounds 温辰 温辰不错 立正,立正,立正 三手 表演短暂的修整 相信整个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也要算来意识一下 因为教育员不能说中产歇息 坐在下面 你自个儿歇会儿吧 也不太合适 也不太合适 就好 其实我觉得这位选手 他还是挺灵活的 对于来说 步伐也还可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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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场面非常倾斜的一场比赛 十二比八 十二比八 一 一 十二十 四十 四十一 一 这些玩 你倒还是想 快速地完成第一局 他的教练一直在帮他拍照 或者是在录像 所以裁判在提醒他 这是规则不允许的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教练 在场地上给运动员摄像和拍照 有一次可见 他还是非常看重这次 跟林丹交手的经历 很简单 很简单 Ét 大丈夫 雁五 雁五 七 五 三 其实对手就是因为前面这几分的 就是应该算是名单的调动 让他的体力消耗也挺大 因为你的对手不一样 就是他强 所以说你都要跟着 因为你要一直用你本身的能力 一直在看 所以消耗就特别特别大 你看他换球的时候 换球的时候他喘气还是比较累的 可能这边比如说林丹那边 百分之五六十的消耗 都没有 百分之三十了 对手已经可能百分之七八十了 对手用百分之百的能力 在看看这场比赛 我们的东方照顾已经非常强热 所以您转开照时没有必要打开闪灯 而您打开闪光 转开照时将会影响到一路边的发挥 我们都希望全球的两位团队 带来精彩的表现 所以为了能力一点影响之赛 请您检查一下这些超小设备 是否关闭的闪灯 谢谢 第一局的比分是21比9 林丹获胜 第二局的比赛 1 1 3 2 1 对手还是一直在想办法 然后他有一些改变 就是他在手上出球的时候 带了一些停顿球 等待了一下 这种改变节奏会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他想多得几分 就他一直在想办法 总比他不想办法抢 对方已经挺累的 这个多拍 这也算是一个多拍 然后对手还是在连贯当中失去了重心 8比1 8比1 收尾 2 2 8 收 forward 9 2 1 2 没有胖 要进入到间线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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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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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有很多的收获 就开了眼界了 一是开眼界 二是其实挺珍贵的 所以说教练员在下面一直不停的摄像和拍照 是为了留住更美的画面 5 6别5 7 5 看一下 又戒类 这个球怎么就一直会是戒类了 对 刚才 你看的表情它就是这样子 明显看它是因为这个球要出戒了 所以就没有再去保护了 其实可以说它现在一直在发现它之前未知的领域 而且这球为什么会打到外面去 19比6 可是它一直很努力 你算态度还是很好 对 它一直很努力 它一直想多得分 然后甚至说我要赢您的 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也做了很多尝试 对 20比7下点 20比7下点 都是 20比7 3 4 5 5 4 9 9 10 两局的比分是21比9和21比7 林丹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顺利地进入到了下一轮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了来自前方的消息 在下一场的双打比赛当中 包一斤和汤金华因为取权 所以下一场的对决呢也是取消掉了 他还是在速度和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 一开局就是示范球的一个拉开 林丹正手对表线过渡到对方投影区的底线 这球在王正明这边的他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林丹保刀不老 两届奥运会的双打冠军 现在正在向鲤鱼奥运会发起冲击 点上放网 这方回放林丹把球挑起来 突击 我们说证明的就是他在加速提速的这一拍上 他在突击的这一下上 整个的力量和速度啊这个还是慢慢的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是 是一个天赋的 这是天赋 有的人可能就是具备这样的突击的速度 爆发力就非常好 可是没有没有王正明的这个我觉得他的协调性很好 而且他的一些技术非常全面 对 这也就是可能肌肉类型就决定了 但是证明你看他手上的功夫确实非常好 啊控球啊对嗯 我假动作放了漂亮 林丹开局还是跟随着王正明的节奏在 嗯定了要自己主动的提速啊 然后像这种球他就是抓到了一些机会他才打突击 到位非常早我们看到啊 不是像林丹他只要一个变速就可以拉开 你很就是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很快 嗯 下压好球漂亮漂亮 这台变速还是打得不错 就像王正明就是现在如果想要打铃铛 首先你的速度不能慢 嗯 然后始终保持到高速的就是运作 然后再结合变速对 才能打穿铃铛 对 刚才王正明也是投进区啊 一个点杀快速点快速上网 人家要求换一个球啊 简内 嗯 这周明投顶区两次啊 在这个方向上 场馆好像有一点点侧风 当然这个球推出去 如果用这种角度来看 确实有一点偏旁边的接外形 对 这是他今天第二个 对 第二个在这个投顶区上判断上出现失误啊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个像林大战的一个人 他对产上的风向的把握和了解 就他一开局他就知道 嗯 劈沙 想放网 再进攻 哇 这球被林大战抓住了一个反击的机会啊 其实刚才我觉得 王正明第二个批杀以后 这个放网 不如推到林大战的底线去啊 乐器突然变速啊 提速的一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这是 咱们 压对方投进区 再压 放网 争铭勾对角 林丹把他挑起来 这就是 谁着急就没打失误 所以你看林丹他的 这个战术定的就是 我反正就跟着 没有很好的机会 我就给你来打我 林丹他确实是 他那个攻防两端 他都是能力非常强 就是他除了进攻突击 这一拍变速能力非常突出之外 他整个防守也是非常的有韧性 林丹本身的打法 其实是打反手反击的 他最早吃到的打防守反击的 所以就是他把球挑给王正明 让他来攻的话 其实林丹心头也很定 他也神体力 对他也很定 他也不怕 因为本身王正明的 他的进攻的绝对性 就不是很强 对 突击能力稍微差一些 半场机会 那通过控网 从自然球的开局 你可以看出两位学生 林丹还是 也不会给你一点机会来赢我 刚才一个反拍的一个控网 球呢是滚网而顾 真明还是要想一些办法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速度上 还是要往上提一提 又是一个接类球 就这种速度 我觉得还是不足以去撼动林丹 啊 是一个滑板的收吊直行 这球林丹自己失误了 要求太高 想把这个球呢 放的落点更尖一点 这是林丹 今天呢 应该是第一个主动失误吧 林丹 今天的比赛状态 可以说投入的是百分之百的轻易 对 因为前几天的直播是 我们在五家转的 他的就是 状态也就用了百分之六十 偏七级多一点 今天就是权力的投入 而且他 他会想的是 我能把王志明打几分 就是打几分 我不会说 绝不放 在这个场面上面 我留有半点情面 嗯 今天你看他进入状态 非常非常快 而且前面抓分 抓得很严密 啊 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对 不是说我上来自己打的 然后慢慢再去调动状态 那种啊 不是 他一上来是主动出击 只是他用的一个战术是反手反击 嗯 今天人一上来还是 自己的调动还是相当到位的 那边还在行 那边打得太激烈 现在那边的比赛应该也接近到二十了 而且双方估计也差不多 嗯 李雪瑞对这个王一涵啊 另外一场女单半截赛呢 是这个 殷达农对戴姿尹 这个对面的比分 嗯 十四对十五 刚才那个比分 对 嗯 嗯 一来吧 对 林丹最近拍了一个 就是一个服装的一个代言的一组照片啊 你也看了吗 嗯 我看了啊 这个我也看了 我我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挺好 嗯 因为趁年轻就是要有年轻的活法 嗯 如果说都活的一样的话 那就没没有就不会有零 林丹出现 嗯 嗯 我觉得韦杰退役之后也是有些转型 也拍过这样的 对 我也拍过 对 代言的一些照片 这个我觉得运动员呢还是就是到林丹这个级别的运动员真的是就是他还是能够做到一些收放自如的确实是 嗯 打球还是非常惊惊业业 嗯 好球 啊 这球王正明也是突然间一个局势 杀了一个中路球 啊 军生 哦 二十一比二十那个 哈哈 可是明显的就是产生的这个心境和心气还是显得有一点弱 嗯 没有林丹强 所以说他在有些出球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 嗯 所以王正明现在应该打的还是要躲掉一点 对 我应该想法简单一点 对 就是要放开打 对对对对 面对林丹这个没有什么 你就努力就是发挥到 极致 对极致就可以 打得快一点 对 能提速就提速 能下压就下压 对吧 越简单越好 对 哦 那边应该是李雪瑞赢了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 证明呢 现在就是在提速上呢 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几分一个速度上加起来 另外呢开始从林丹的中路做一些突破 那里雪瑞赢了22比20 三局打了 都打嘛 20比20 嗯 这是在一场比赛里面 几乎很难见到 这次在一场比赛里面几乎很难见到 这几分王泽民就做的特别好 他就现在你看 他一开始想的 呃 战术应该是在某一个技术环节上 然后得到一些效果 然后现在有些转变的是他就 我就打快 嗯 然后偶尔结合一下一些停轮球 嗯 反而这种效果 因为林丹现在就等于说 你快了林丹一步 在某一个速度上 嗯 控制林丹的底线两个大脚啊 对脚线放网 弹到底线去 再推对方底线 这四方球啊 林丹这个球为什么会打丢 林丹这个球想抓一拍突击 没错 一跳 一蹬跳没跳到 球过了 所以改变了打了一个后场 这球我们看王正明这个整个 控球的弧度啊 包括还是 这个落点都还是控的不错 四方球拉得很快 对最重要他能 这几分能追分的 还是因为他的出球的速度挺快 对 这几分呢 林丹稍显有点被动跟随啊 嗯 8比12 好球 好球 提速 这感觉现在呢 王正明呢 逐渐的进入到了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当中 对 现在比分呢也是一点点的在拖进 这个球也是他想抓突击 一下看球有点偏了 改变了一下 对突然觉得这球有点远 够不着了 所以说打球就是这样的 你如果一犹豫就错过了 对 这个球就很果断 起球我就往下打 没错 其实现在这段时间追分都追的特别好 其实王正明最重要的还是在某个环节 就是如果说他跟林丹打成了16比16 或者17比17 这个时候 这就是林丹他会抓分抓得比较强的时候 林丹会绝对强攻的 对 就是而且呢 就在那个时候你的胆量 或者你的勇气 你有时候就会显得跟林丹相比 有时候就会那么气差一口 差一口气 就这个气势上啊 这个林丹是绝不会把这个气送给你的 对 对 挑球 下压一拍 反拍把球挑起来 突击 这个空球出界了 这个空球出界了 这争明呢 他速度提上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林丹的失误啊 也有点不增加了 因为林丹也会有点变得 因为他不可能说每一拍拿到最好的点 对 你如果不提速的话呢 你看林丹他那个整个节奏啊 他非常的适应啊 特别稳 对 他提速以后呢 你看现在林丹的失误也会有啊 出界了 肯定了 外置就可以完全革命的 年轻上 他是十分之一的 义高仍然大,仍然把这球放掉了,球确实出界了 没想到,他要跳分的时候就马上发挥他的进攻,发现发开始就提速 好球,还是选择对角线,这应该是压到线上 这够惊险的,其实我觉得 跃起刹直线,滑拍刹直线,滑拍 压锦赛就没有鹰眼了,要不然我估计这个球林丹可能要看一看 如果这个球用鹰眼看,只是说前面的箱区有点累了 他会找一个机会,喘口气,让裁判员,我给你说,这个场景上有汗,擦着汗 我稍微调整一下,再停顿的放网 好球啊,我们看征明这一分啊,整个速度连接的非常快 因为这几个球也是林丹,他一直给的比较,节奏比较好 一个放网,一个对角,一个放网,一个对角 那林丹前面呢,就是他看了王正明追上来以后啊,他提了一下速度,把比分再次拉开 我觉得这时候他可能真的是需要喘口气的时候啊 好球啊,这球林丹抓得真好 好球林丹前面,1813 杰杀勾一个对角,然后强往这一下,我们看反拍上来 这拍是王正明自己举拍去吗 那杰杀党员往,党一个对角啊 这个是真明的无畏失误 对这种顶尖高手,像林丹啊,包括李宗伟啊,陈龙啊,这样的高手 这种失误真的是,还是要严密的要控制 这种失误也是,他自己给自己的 因为他想就是把细节做得更好 嗯 每一个细节,就是他每一个出手,他都要求质量很高 嗯 又是一个反拍的放网的失误,这样的话呢,林丹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买到二十一比十四,这样的话,林丹呢是先胜了第一局 最后这三分我们看证明掉的有点快 自己的失误还是送分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来看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另外一场南单半决赛是陈荣对阵田厚威 刚才韦杰介绍了陈荣因为膝伤 膝盖上就是出现了一些伤病 所以那场半决赛的陈荣应该是弃全了 这样的话田厚威已经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当中 将会静待这场比较的胜者来争夺最后的冠军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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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碰到球拍了 那边呢 一号场地呢 是男子双打的半决赛 韩国队呢 正在进行一场内战 李隆大柳岩星 对面呢 是金沙朗和金姬正 踢分机6比6 金沙朗金姬正 算是后起之秀 市井赛上打得不错 小明显得有点急 有点急 这个失误太多了 从第一局的后半段 包括第二局开局来看 还是失误偏多 对林丹这样的球员 这口气你都不能松 你必须得始终提着这口气 有时候你失误 对自己的信心和士气 这个伤害就特别大 其实这些失误球还是 属于就是自己 对自然球没有太多的信心 所以每一拍球 现在的感觉 全部都在林丹的手上 突破不了 没有办法 突破不了 这个带有一个停顿的假动作 林丹也抓到了 刚才那个献出街球 对 我觉得献出街球 那林丹反拍 还是把这个球过渡了一下 赞球 小明这样打的话 就各位说 好球 突击好的 漂亮 动作一致性非常好 这球收掉了一个直线 我们再看 接杀林丹再把球挑起来 党员网 再挑给对方 林丹多拍 显得就越往后面打得越久 显得底气就不足 这球可以看到 始终在林丹手上 这个节奏始终 这一分始终在林丹的掌控 就是因为是完真明的速度 就是这个四番球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不够 你突破不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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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网不错有机会 好球 通过高质量的一个放网 刚才王正明正手的一个放网 非常贴网 林南这个球 挑球也是不够到底线 这个韦杰 你向我们业余球员也传授一下 这个搓这个往前球 怎么样能够尽量的让这个球搓的贴网 搓往前球还是更多的 还是要靠手指 手指去感觉 因为你要记得 因为如果打单打 就任何就是双打也好 因为你有上网的时候 是有一个冲力 冲力的时候 其实就很多业余选手 他喜爱就用手腕发力 这个球就容易往上跳 所以就要借你上网的身体的 这个速度的力量 和手指配合来球 其实还是就是 这属于单方面的 每一个小技术 就还是需要单列出来来练 就你要找这个感觉 就感觉要重复的 去寻找到最适合你的 嗯 这个就是说业余运动员呢 我们有时候就是在比方上网的时候 这一下 对 其实你上网就有一个力量 对 你要是会借力 对 瑞杰刚才提醒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自己往前冲的这个动能 要考虑在内 对 对 就是你要考虑到你往前冲的这个力量 要想办法把这个力量控制住 然后尽量呢 用手指的力量 让这个球呢 不要跳得太高 当你拍面接触球的一刹那 这个球不会跳得太高 其实你可以看 羽毛球真正在打的 就打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们职业的选手 真正的每一拍球不是打过去的 是送过去的 是借对方的力把球送到对方的场上 而不是说我全部用我自己的力量在打球 这就到现在的感觉上面 就林丹在场上行的很很自由 就我怎么配合你 或者你怎么配合你 配合我我打起来都很自禄 得心应手 郭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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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的直播 我们体育频道 包括体育赛事频道 也会联动 为您送上这项赛事的直播 半场球杀 好球 林南正午 就像躺在地上 也是给自己休息的时间 你只要趴上去了 裁判就要擦地 你擦地这就是一分钟 就可以休息一分钟 这就是经验 趴上去肯定就有汗了 对 必须得清理一下场地 擦一下 这场比赛 在结束之后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 斯诺克的转播 丁俊辉昨天晚上 是打了第二阶段的比赛 好球 起跳了一拍全顿 林南恩的注意力被 被缓了 被王正明的这拍起跳 以为王正明会滑板杀直线 结果他批掉了一拍 反拍撮往王正明把球挑起来 这球林南有点犹豫啊 一直在观察这个球下落的这个轨迹 但最后发现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界内球 球比11 控制的太多了 嗯 就是该提速的时候一定要提速啊 就你需要有控制 可是你过了 就像前面第一局 王正明追分那段时间 是因为他速度提高了 嗯 然后控制减少了 这样打得更果断 对 他节奏提升了一通 对 就林南有一点被动跟随 嗯 但是你现在如果你不提速的话 就单凭这种球 我觉得很难突破林南啊 下牙 勾对脚 不错 嗯 你得有一定的速度 然后再结合一些控制球啊 速度上来以后 再结合一些停顿的这种出手 就先把自己跑顺 对 再结合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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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